所以我們在那邊嘗試爆發說到2008年自己去組織白屋 然後做一些行動,包括我們做新台灣壁畫隊 或是說我們新台灣壁畫隊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機會 給大家幾個關鍵詞,大家可以比較理解我在講什麼 第二,新台灣壁畫隊,這是這三年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是說我們花太多力氣在關心這些瑣碎的事情 或是我們文化是往外望的,沒有往自己內部望的 我講的這一名詞,如果以我的標準,不好意思我主觀的標準 你們有沒有聽過,那你就不要講說你關心台灣文化 第一,金甘蔗演展,第一,新台灣壁畫隊 然後在未來或過去已經有台灣田野學校,然後白屋 然後你們回去查自己的關鍵詞 然後你們理解說我們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一直很想發展一個地方上的那種 輿論跟知識的媒體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很有效的 比如說我現在來講一堂課,你們尤其是今天沒聊 或是說因為漁國性強迫你們來,所以我們有交集這樣 那交集完了之後呢?懂得在什麼? 你一定要持續的交集才會形成某種共識 然後去行動,然後去反省 然後再進步這樣子 所有事情邏輯是這樣的 懂得在什麼? 就是你有個起辛道念 不管是當路箭不平 也好 那這個東西要不斷的在一個地方累積 知識可以累積下來 懂得在什麼? 但我們現在很畸形 要不然我就要成為創作最高 然後我找很多人推薦我 然後透過強烈的行銷方式 然後趕快擴大銷售量這樣子 所以你只有這一端之後就沒有中間那一端了 這事情是很無聊的 這個社會是很扁平的 所以我們現在每年只能期待說 阿不現在那些救星是衛德聖 阿不然是總補師說阿不然你應該會給我 那你知道那種操作的東西是很畸形的 我們本來地方文化救星應該是豐富的 最近那個 我有去幫一點雲林布袋吸管的忙這樣子 然後雲林布袋對面合同聽說就開了成品 像Starbucks這樣 然後Starbucks那個很誇張 從早上開門到晚上就一直排排到轉角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 布袋吸管的開胃明明就比較好喝 那今天重點就是說 那個布袋吸管阿不然你沒有講一句話就是說 巴黎人會去吃麥當勞的 不會嘛 那我們不是巴黎人嗎 阿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巴黎人 你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說吃那個布袋都很囂張 阿他問你的消費的時候 阿麥當勞麥當勞 那些Starbucks 因為你覺得吃了那個東西好像比較隨便 Starbucks在 在美國就像他們的7月一般的早餐店跟我們美二美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Starbucks就是他們的美二美而已 阿我們這邊就好像搞的一樣 所有年輕人都這樣排 因為我感到無比的危機這樣 我覺得我們混作20年好像是假的 對不對 我們搞不出我們自己的有品質的東西 你當年輕人覺得說來到這邊怎麼樣這樣子 阿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要反省的事情 那我今天來比較安慰就是 我今天去我們那個前高美館館長那邊 然後他介紹我說這個人叫蔣公家子 你認識嗎 然後怎麼敢不認識 白玉很有名耶 所以你們不懂白玉給我試試看 你要知道說我們 你如果欺負自己的文化資本 那我們去怎麼創造那種模式 讓這個價值可以更 被產業化 標準的 比如說很多人會說 比如像 對不起我覺得虛擬草政事件也很料鬼 當然我很尊重他們這樣子 但我是說 我們要把這些民宿包裝成希臘風 或是說把一些東西做成 大家可以拍照這種輕薄短小的消費行為 然後去那邊裝一個可案 但我覺得文化不見得都是要嚴肅的 但我覺得所謂文化的 這種經得起玩味的部分 應該說你當下有驚喜 你回去會覺得這件事情 是有倦勇的那種意味的東西 那才叫文化給你的回饋這樣子 雖然一個好的設計 跟一個好的藝術品是不一樣的 好的藝術品讓你驚豔 你覺得看的就是你很佩服 好的藝術品 設計品 好的藝術品就覺得說 它打動了你的心 然後你會去回味這樣一件事情 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連這個東西都分不清楚 所以我們那種輕薄短 就是像那種異大世界 那種薰衣草花園 那是很美麗的兩個女孩子的夢想 但她夢想的層次只在那邊 因為她把我們覺得所有好 你不能到歐洲去 你不能到哪裡去 所以我把她移來 然後做一個假牆 然後你在那邊拍照 然後我們文化消費層次這種 但我不是覺得 就像我那樣 然後你們擺我很漂亮 但我說 那坐了五分鐘 你還是問問說 有什麼好吃的有什麼好喝的嗎 這很正常嘛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不要說那麼多啦 請吃東西對不對 這個審理需求是很正常的 懂我意思嗎 但我意思是說 你一個好的價值 它不見得就是脫離現實 它要去符合現實去做這樣一件事情 但我們太容易 不用說 現在古蹟率流行 我不知道 我沒有仔細去看那個快樂書 我覺得那種 修理的方法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可以檢討的地方 很多檢討的地方是喔 比如說我們台灣最明顯是 像華山藝文特區或是柏二 柏二 柏二剛好是政府一半的預算機率都砸在它 為什麼 因為它是它的樣板 因為它拿那個人來騙年輕人的票 他們那邊砸了多少錢 那砸了很多錢 就說我請 五月天的我請 外國團隊來唱歌 對不起唱歌有多少人聽到 像台南是去年 找那個 柏切梨來唱歌劇這樣子 世界三大難高路 它在籠落誰啊 它在籠落兩個階層而已啊 第一個透過媒體 跟你講說 我台南是文化所入的地方 世界三大難高我請 你有看到嗎 對不對 位置只有兩千 假設有兩千個位置 誰去聽 兩千人嘛 開三千滿是三民主 那兩千人是誰 老實講你聽不懂要裝懂的人嗎 我會怎麼講說聽不懂要裝懂 我現在叫一個美國人來聽歌語 我看你聽不懂 我叫一個美國人來聽看他聽不懂 故事典故不知道 語言不知道 音調的情緒不知道 你憑什麼跟人家聽得懂啊 我講這樣有錯嗎 我還算比較聽得懂了 因為我幾個朋友上面要唱這個 我多少聽得懂 你有多少時間去接觸這個 都你平常跟人家講你聽得懂 金句你都聽不懂了 聽歌劇勒 當然不信這句 非要我們標榜說 我們是一個文化手 居然是拿這個東西來標榜 你懂為什麼 我確定那天晚上專機來 唱完立刻專機走 他回去對台南印象 又說 又是傻大丹 你貪貪的你走 然後你的音響設備也不能比啊 你在那個什麼意識來精神 然後那天又下雨 然後作為安排 我有聽有趣的朋友講 因為很多企業叫出錢 所以我台南企業都 基於文化認同 基於支持市政 你趕快把錢關出來這樣 然後他們就在媒體打廣告 說普通人來 這樣 有文化嗎 不好意思 我感覺很沒水準 非常沒水準 這張特別沒水準 你國民黨才沒水準 真的啊 我真的是這樣看啊 因為你拿假貨來騙我們 你以為你覺得我們很好騙 高雄美術館就會這樣子啊 你是叫高雄美術館 我問你高雄的價值是什麼 你每次展台北的 阿不然展國際什麼 達利的 對不起 裡面都是假貨 因為我們一般去的人 看不懂什麼是假貨啊 因為你碰到什麼 我沒有接觸 跟你說 我告訴你這個 你不要說 這油 這肚像列 其實是沒有 其實他做進行 先做這個 湯 你知道嗎 他在第五節 藝術家叫BOYS 總共你叫破爛 那他比他 這就是他拿著很快 你敢保證我嗎 你又沒有發言權 你的評論都是被壟斷的 我說是就是了不是嗎 最可恨就是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他們還把我們的公共場所變成賣場 然後大家還買票進去 然後他還去塑造說 你這個就是流行 這就是文化 然後這樣塗毒我們的學校 跟我們年輕的孩子 跟你講這個東西叫設計劫 你如果去 有機會去國外看過 你就知道我們設計的半流多爛 這樣子 全部都是國際三流 你想說我要是一個文創產業的人 你一件東西 賣一次賺一次 你覺得做一次投入一個成本 你賣幾次比較划算嗎 賣越多次越好嗎 不是嗎 對不對 我這個都做好了 日本買一個 英國買一個 英國買一個 日本新加坡都賣 我是不是很好談 我為了你專門做一檔 我會划算嗎 對不起 是不會的 所以我們買到了 因為我們國際角色的問題 我們都買到人家刺激品 那我們買到人家刺激品 我們這些買到人家刺激品 我們這些買到人家刺激品 花錢幫我買到刺激品 還拿來跟我們 我們賽機人講說 你看我們都很可笑的 我們跟國際大師都騎走 大家有看到嗎 大家給我打招一下 你看我們台灣有水準嗎 一百年前的辦印象派 現在有什麼好展的啦 那是一百年前的第一名 你現在去展那個東西 有什麼意義啊 它可以有一代意義 不是這樣呈現的 我去年去東京他們展 維美耳的 一個戴珍珠耳環的 少女 他們是怎樣呢 對不起 書局上就有十幾本專書 在討論那個實彈 那一張畫 書店裡面 而且是擺在最前面 擺在成品最前面 然後報紙 就有專門的評論 讀賣新聞 朝日新聞 專門的評論 哪一個藝術家 日本哪一個藝術家 受這個東西的影響 誰的筆法 跟這個東西有關係 日常生活你就看得到 他們在吸收知識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們是台山倒海的 所以你拿海這個東西 哪一個 我要說一下 我們金馬翔 後來我問他金馬翔 今年得獎影片 大家看過了沒有 沒看過 我這時候金城魯 梁朝偉 梁家偉跟他上中 沒一部片我看過了 是不是 我要評論也沒辦法 不是嗎 然後什麼中國表現得特別好 香港表現得怎麼樣 香港演員台灣得怎樣 特別我都沒看過 然後得獎之後 跟我也沒有關係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到底他是 兩岸情節呢 還是華語圈的奧斯卡 然後全都說他 陀螺四道單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不是電影圈的人 華語圈的奧斯卡要怎麼樣 我也沒感覺 因為觀眾票演講 奧斯卡進裡面倒北 為什麼觀眾票 大家都看過片 沒人看過 看過之後呢 我奧斯卡幾項聯想 都是為了未來的商業利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真的意思一下 跟我們生活多遙遠 所以至少你今天走出去 人家問你說 台灣最重要的影展是什麼 你一定要清楚 叫金甘蔗衣 他要相信我 你五十年後 你還活著的時候 你會懷念我 有一天你遇過金甘蔗衣展 江造坦 他有聽過這個人嗎 一個是王耿宇 就是中華民國創電影創作聯邦 包括張愛家 侯小演 都是他們這個協會裡面 他是理事長 然後一個是坎文的契委導演 田南拳 然後當代藝術館的創辦人 我們的評審都是台灣第六的人 所以他們評審完之後 我會跟他們講說 我們沒錢 請把評審去捐出來 然後我們的方式就是 今天我們在裡面拍 就是現地在那邊七天拍那邊的故事 拍完之後頒獎 這裡面有幾個 金甘蔗影展遠遠追不上我們的地方 而且他全世界第一個這樣搞影展 第一個他一定跟在地產生聯繫 他有兩百多個工作的人員 在七天內是在一起交集的 他有專業客觀的評審 因為他獎金不太多 所以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他鼓勵百分之百的創作的自由精神 你要談電影文化 台灣為什麼能不能在 今年香港有二十五隊來報名 我們大家都很好奇這個現象 台灣我們雖然 我剛剛講了一大堆 拉拉雜雜的 有的沒有的 台灣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 社會的樣子 但是開放有時候是很令人迷亂 就充斥了各種訊息跟輿論 充斥了各種角力或全球關係跟在地的關係都糾合在一起 這樣 這個狀況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命題 那我剛剛講的這幾點 是金馬影展絕對不會有的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一個政治決定 不管幹嘛金馬 是金門跟馬祖 對不對 然後現在他到現在到政治關係 當然今天 不錯是新加坡拿走 如果就政治層面來講的話 他不要被稱為兩岸三滴 我舉個例子 我一個朋友 給我們新加坡一個年輕人 兩年前有一個韓國的住宿藝術家來到我們這邊 然後他有一天就找他說我缺個腳你要回來拍片 這個片子後來怎麼樣他也不知道 他去年的時候 就接到導演的電話說 我們要去參加東京營端片展你要不要去 他說好啊 順便去玩一下沒有關係 他說當然要自備 他說沒有問題他就去了 反正他也有錢 他去了訂一個最小的房間這樣 然後他去check-in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你來做什麼 他說我來參加東京營展這樣 結果怎麼樣你知道嗎 房間升等到最高等 本來他訂的房間沒有早餐 明天復早餐這樣 明天你要去查你 我們派車接你去 這是城市的結局 好嗎? 他說本來你如果早點跟我們講 我們會有車子派去機場接你 他是誰 彎模短片的競賽的一個小咖 但是大會裡面 今天營展單位裡面有他的名冊 給他一個license 這個飯店不認識他 但是在東京市領域 他當天就被升等 他本來想要去三天沒有錢去三天就好 想說不錯啊他待了兩個禮拜 因為他覺得他受到領域 你懂我意思嗎 他覺得這城市是友善他的 東京人覺得這是榮譽才 我今天去東北 我去年去東北 去年我去蠻多地方 我去東 但這比較有關 去年我去東北 那個東北精英隊不是得到冠軍嗎 然後我去美國波士頓 波士頓就得到冠軍 我是說真的 然後我去的那一天 我們在東北 因為東北精英是19年來第一次國冠 那天本來是N2的 他前一晚輸球 就輸給巨人隊 前一晚 然後那天晚上 我們到前一晚 我們在仙台的時候 他輸給巨人隊 就剩下 我們到那個松島的時候 那天晚上他贏 那天我們要出發的時候 怎麼樣你知道嗎 飯店人亂口列一排 每個人送兩包米果 萬軍自信 東北米特製 和樂天精英隊得到冠軍 所有的人一律送兩包米果 隔天而已喔 就隔天喔 人家黨的認同感是什麼 我們台灣是什麼 我剛剛日本一個小鎮裡面 五六萬人 我剛剛講實選有三個報警 他們是怎樣在關心自己 而且地方人對地方的支持是落實在這種地方 我接我地方的消息啊 我地方的支持是什麼 然後幾年前我去那個 我們現在那個 加農不是要報甲子雲了嗎 對不對 2月27要上一門 我五年前去靖岡 然後他們 我靖岡去小丸子的故鄉 大家知道嗎 八八風災那一年 我那天很幸運 因為我本來8月8月要回來 因為八八台風來 所以我在靖岡多住了兩天 那是旅遊保險支付的這樣 因為飛機飛不回來 對不對 他們靖岡高中進入甲子園 所有的百貨公司 一律打折 靖岡火車站全部是恭賀 什麼傻一會兒 什麼西安不逃 全部都恭賀他們進入甲子園 我們棒球文化是什麼 沒有啊 我跟你講 我說一個現象是整體問題的 包括我們環境問題 運動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其實都是一樣的 包括我們街道的巷弄問題 其實都是一樣的 當然我們很清楚說 為什麼說 在地的工作會 社區工作的重要性 是什麼東西 社區工作的重要性 不是說我拿到什麼補助 我去消化那些預算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設造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變成那種分配的 說我一十萬 所以你做了什麼東西 那我好像取得管制你的權利 當然有很多人是逆向把它思考 就是說我其實取得這個資源 我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這樣子 但大部分的狀況是說 我們講由下而上 基本上我們的政治團隊的概念 還是由上而下的 這是互為主體 互為互動的 就我們 你知道我們現在執政人 是喝國民奶水喝得最徹底 很長大的 你懂為什麼 所以第一個他們沒有文化 第二個他們沒有美感 然後他們有威權的產力 對 然後這些人去談民主 對不起 跟不一樣世代就會很有限 所以才會發生南農廣場那樣的事情 那樣的事情 那人說這要告訴我 你真的把歷史讀一讀 你敢做這種決定 你敢做這種決定 搞亂的呢 潛力士裡面就是逼著他自己做這種決定 這是深層心理學的人 他從小受到壓抑 他自己心中有個警種 他覺得這件事你絕對不能做 我可能會受到什麼危害這樣子 這是世代的DNA 就像那個人 會非要把房子拆掉不可 他心裡有個莫名的恐懼 他自己就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需要文化心理學的治療 我是說真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自我治療 我是說真的 對 之前當他教授當他講那種話 把他正南農品 一施然一施然 一施然施然 怎麼搞回來 他就這樣講了呢 對啊 但新的世代就沒有包裹了 所以不要相信 我的看法是說 我今天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民進黨這些老搞 會等一下要出來選這樣子 我不是不重視說 他們在歷史前的貢獻這樣子 對 那在前歷史裡面 有過這樣的角色 那你知道286電腦 就像Wave 2.0 3.0一樣 那是不一樣的程式 對 那 老人就應該做老人的事情 對不對 那個 鄭成功39歲就死了 他金奸地氣鬼的事情 已經做完了 對不對 月輝39歲也死了 對不對 外輔39歲也死了 外輔39歲也死了 所以 人家說39歲是一關 你如果過這關 你不能成為大師 你不能成為天才 你只能做大師 你知道嗎 天才還要死的 對不對 正南農司幾歲 他就立下典範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些老人家是在想什麼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你們這邊是在等什麼啊 對不對 我們應該這樣去做啊 對不對 好 講完了 那個 今天打一折有人要買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不會是誰的啦 真的 真的 你知道 我應該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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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好 謝謝 好 我講完了看到沒有什麼問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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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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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